这是一场疯狂的闹剧 还是一场对味觉的终极考验 胖姐朱莉就迫不及待的亮出了她的早餐盛宴 全纸香蕉马粉蛋糕 黄油果酱司康饼 橙汁和咖啡 满桌子的甜点看得人眼花缭乱 而小兽那边 则是一小碗甜麦片和超小杯奶昔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原以为胖姐会是最幸福的那个 但没想到两人都是高堂高纸的忠实粉丝 只不过是一个豪华版 一个简约版 小兽居然迅速消灭了盘子里的早餐 还给出了五星好评 看来顶级烘焙师的手艺果然名不虚传 午餐时间到了 小兽迎来了一大盘番茄蔬菜米饭 汉堡薯条炸鸡套餐和压缩饼干 而朱莉却只有半个三明治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素食风暴 小兽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仿佛看到了小时候被妈妈骗吃蔬菜的阴影 而朱莉则瞪大了眼睛 看着手里那少得可怜的食物 她很好奇 这真的能填饱肚子吗 为了让他们更直观地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 医生找来了一大堆高质食物 将他们倒入搅拌鸡猪 变成了一团毫无食欲的肉泥 这震撼疗法真是让人叹为关节 当医生告诉他们 他们一年摄入的饱和脂肪高达70升时 两人都惊呆了 晚三十分 小兽得到了香肠和土豆泥拌卷心菜 而朱莉则是一小份米饭和低脂鸡肉肠 这次两人都没有吃完 而是心事重重地结束了晚餐 看来医生的忠告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第二天 朱莉发现自己吃了很少的食物后 就有了饱腹感 而小兽也开始尝试接受那些 曾经让她唯恐避之不及的食物 在聊天中 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彼此之间的理解也更深了 最后一餐 小兽得到了一盘鸡肉炒饭 而朱莉则是一小份意大利面 经过两天的磨合 两人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小兽开始尝试蔬菜 而朱莉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食量 虽然最后都没有吃完 两个月后 他们再次回到VM诊所复诊 小兽胖了4斤 看起来更加健康有活力 而朱莉则瘦了24斤 腰尾减少了16厘米 并且戒掉了视天如命的习惯 这场互换饮食的挑战 让他们找到了更好的生活方式 所以无论你是胖是瘦 都不要被外界的畸形审美所影响 健康和自信才是最重要的